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6日人民网也转发了中国旅游报的文章 题为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多举措支持入境旅游发展 文章指出中国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 在会同外交部提高驻外签证机关来华签证办理效率的基础上 为外国人来华旅游等提供更多渠道和便利 与此同时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昨天也发布了最新通知 通知表示 为了方便大家赴华旅游中国驻新西兰使馆 专门整理了相关信息 对于身处加拿大的小伙伴们来说 相关政策也同样适用 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通知表示 目前中国18个省23个城市31个口岸 对包括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在内的53个国家人员 实施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即着53个人员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和地区 可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连程客票 在规定区域内免签逗留72-144小时 为短期过境从事临时商务 会议 旅游等活动提供出行便利 根据移民局的要求 外国人申请72-144小时过境免签 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首先 是要属于72-144小时过境免签范围国家的公民 移民局还发布了适合外国人过境72-144小时免签政策的国家名单 其中每周有6个国家 分别为美国 加拿大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和智利 二是 需持有能证明本人国际身份的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符合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入境条件 三是 根据申请的过境免签时长 需持有72-144小时内 以确定日期及座位的前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连程客票 或者相关证明 填写临时入境外国人入境卡 并接受初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询问 如外国人符合上述条件 可向中国20个城市的边检机关提出办理144小时过境免签申请 或向三个城市的边检机关提出办理72小时过境免签申请 其他城市暂被实施该项政策 中国移民局提醒 具有所持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有效期不足三个月的 或有中国签证机关拒绝签章戳记的 或五年内有非法出入境 非法拘留 非法就业记录等情形的人员 边检机关将不予签发临时入境许可 所以此类人员不能办理72-144小时过境免签 此外 包括加拿大公民在内 符合政策适用条件的外国人 可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旅游 上海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15天免签 外国旅游团经由中国境内注册的旅行社组织 接待并从上海邮轮口岸整团入境免办签证 旅游团需整团随同意邮轮行程活动并出境 海南59国入境旅游30天免签 包括加拿大的59国人员 可通过旅行社邀请接待 单位邀请接待或自行申报等方式 由海南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海南 活动范围限定在海南省 出入境口岸北海南所有对外开放口岸 停留时间为30天 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 144小时免签 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外国公民 经在香港澳门的合法注册旅行社组团 两人或两人以上 由香港澳门进驻大湾区内地九市 和汕头地区旅游 持普通护照允许免办签证入境 并停留144小时 最近发生在加拿大班府国家公园的 灰熊咬死人类事件震惊全网 最新消息遭到灰熊袭击身亡的是 阿尔伯塔省的一对科学家伴侣 分别是62岁的道格和同岁的珍妮 9月29日 两人在露营时和灰熊狭路相逢 遭到残酷的袭击 夫妻两人和爱犬都当场身亡 据CBC等媒体的报道 道格和珍妮住在阿省的莱斯·布里奇 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在一起了 道格是一名实验室科学家 珍妮是同一工作场所的首席技术人员 柯林·英格利斯在代表家属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9日晚上8点多 他收到了侄子道格的GPS短信 熊攻击很糟糕 从那时起他就预感到 他们可能会遇到最坏的情况 据柯林介绍 这对夫妇十分的恩爱 有着共同的爱好 他们也是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 每年都会进行两次类似的户外旅行 柯林说 两人期待着明年退休 他们计划到那时 会享受更多的户外时光 他们对班服国家公园偏远的黑豹谷非常熟悉 并且在野外旅行中 记录了多次与熊的遭遇 29日傍晚 柯林收到两人发来的信息 称他们落后了 但到达黑豹谷的红鹿和录影点时还好 8点15分 柯林收到两人通过Garmin传来的绝放SOS信号 熊攻击很糟糕 而这也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信息 由于当天天气十分的恶劣 救援直升机无法起飞 因此野生动物应对小组仅能在10点半左右 徒步前往事发地点 30日凌晨2点左右 救援人员终于抵达事发现场 此时距离两人发出信息 已经过去超过5个小时 所有人都看到了非常绝望的一幕 道格珍妮和他们的爱犬已经当场死亡 现场的情况极为惨烈 据悉 救援人员在现场附近也遇到了同一只灰熊的攻击 只能被迫将它射杀 专家称 这起事件具有略实性灰熊袭击人类的特征 这些动物可能食物不足 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过冬 正试图在冬天之前增肥 据报道 过去10年来 班福国家公园发生过三起与熊有关的袭击事件 但并未造成游客死亡 道格夫妻的悲剧可能是班福国家公园 数十年来第一起灰熊造成的死亡事件 其实不仅仅是班福 近年来BC熊与人类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在加剧 统计显示 今年8月BC保育官所接到的人熊冲突的报案6000多个 是平时数量的两倍还多 最近几天正在热传的一段画面显示 现在黑熊都已经开始到城市中心地带闲逛了 这不 在兰里热门的威罗布鲁莫购物中心附近 一只大黑熊正在大大咧咧地溜达 虽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 但对居民生活的社区是一种很大的威胁 2023年到目前为止 BC保育机构BCCOS官员介绍说 今年已经杀死了150多头黑熊 就在最近的一次国会会议上 特鲁多用几个表情和一句话斗的全场发笑 因此也再次登上了推特热搜 该次会议的主持人是新任众议院议长 Greg Fergus 他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黑人 也是一位自由党议员 曾任特鲁多的议会秘书 他的任务是维持会议秩序 并裁决加拿大议员之间的争端 在该次会议第一次质询期之前 Burgus向国会议员发表讲话 他对国会议员提出了要求 请像对待一辆新车一样对待我 不要在第一天就让他出现磨损和凹痕 他说 这一幽默的开场白 也引发了全场的欢呼和掌声 我们会让汽车保持在道路右侧 保守党领袖打趣道 当Burgus请总理特鲁多发言时 他用法语说 有请尊敬的总理 特鲁多起身时 向Burgus一边眨眼Wink 一边用法语回应到尊敬的阁下 随后还卖萌地向Burgus伸出了舌头 好似暗送秋波 这一顽皮的举动引起了全场爆笑 会议的气氛瞬间活跃 那么特鲁多这一个萌萌的Wink 有没有直击到您的心灵呢 就在昨天一架飞机在大温周边的 Chiliwak机场坠毁 目前已确定机上三人全部遇难 无人生还 据Global News等多家媒体报道 6号下午2点刚过 一架飞机在Chiliwak机场附近撞树 坠毁在一间机场旅馆的后方 现场目击者表示 事故发生后 机场南侧周围地区挤满了救援人员 到处是警车救护车 在附近加油站工作的灵灵表示 一名司机目击者 当时正在1号高速公路上 眼睁睁地看着飞机坠毁 他立即下了高速 Chiliwak居民Cady说 我看到他坠落的 他转身就撞进了树丛 还有目击者表示 事发当时大楼都在震动 随后机场方面确定 机上一共三人 急救人员一开始找到疑人 并确定有脉搏 其他两人没有找到生死不明 然而半小时后 噩耗传来 三人已经全部遇难 另一名目击者称 听到了飞机失事的声音 难以置信 真不敢想象 飞机没有撞上旅馆 就差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就几英寸的地方 的确 要是再偏一点点 飞机坠毁在酒店 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目前警方还在联系 遇难者的家属 飞机坠毁的原因尚不明 有媒体表示 根据飞机尾部的注册号 这架飞机是位于 Lenley的飞行学校 SkyQuest Aviation 拥有的一辆Piper Seneca飞机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 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 节目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